接着带你来看到为了改善花莲偏乡交通的需求 光复乡公所两年来积极推动 乡待会争取幸福巴士提案 今年终于获得交通部公路局核定补助 添购幸福巴士并规划两条路线 有效提升偏远社区聚落公共运输品质 而乡长林清水在今天上午的剪彩开跑典礼中也表示 目前市营运的阶段免费提供民众搭乘使用 部落总统牧羊德成洒酒 召告天地祖林祈福平安后 光复乡第一步幸福巴士 在所会首长交通部等上及长官贵宾共同剪彩下 今天正式启动开跑 现场一片幸福喜气 两年前乡待会提案后 乡公所便积极推动争取 今年终于获得交通部公路局核定辅助 现议员蔡英静 乡代表们村长以及部落头目等地方各界人士 也以欢庆喜悦的心情来见证这幸福的一刻 我们跟我们的张俊议长一直以来都非常努力在这个部分来跟大家一起共同的来让我们的地方越来越好 让我们幸福巴士可以来把这份幸福带到我们光复乡 我想议长一直以来都一直支持我们地方各项的建设 我想未来继续努力 我们光复乡的发展以及进步 那就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迎接今天幸福巴士的起航 让我们光复乡所有的长者都能够享受到最快速的交通便利 交通部公路局为了改善包括花莲现在内的偏乡交通需求 近几年结合地方政府部门陆续推办公路公共运输服务升级计划成效卓著 目前全国已经有173个偏乡 430条的幸福巴士幸福小黄等等的营运路线 希望能够进一步提升偏乡公共运输的服务品质 现在是一辆车然后三条路线 那如果以后示范的好的话 要多买几辆车多付几个人预算 你只要提得出完 我们这边一定全力的 杨国博也肯定光复幸福巴士为小标志 充满在地原民特色元素的巧思与用心 乡长林清水感谢各界的协助支持与配合 让光复幸福巴士顺利成行 林清水说目前幸福巴士规划太巴朗与大兴富丰两条路线 市营运阶段也免费提供给民众达成实用 所以有需要他来街上要看医生也好 来坐火车也好 来公共买班也好 还是都到工农那样的提款也好 都可以比较方便 然后目前我们是市营运而已 所以目前就免费了 我们只要先到目前免费了 可是这样会只要互费 所以大家一定有观念 到时候会有收费 做提报计划争取获得公路局补助310万元 预算经费开办幸福巴士 也成为华联县第11个启动开跑的乡镇 乡长林清水感谢上级支持 地方各界的协助与配合 光复幸福巴士今天启用开跑 有需要的民众可以提前预约免费搭车 试运期预计是2到3个月后 相公所在进行检讨调整 以发挥偏乡公共运输的功能 记者是越南光复采访报道